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游漫说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种将会议录音转录成word文档的免费方案 之前常用训飞听见来转录会议录音 它的准确率非常高,而且生成的文档格式 对后期的阅读或者摘录都非常友好 但是免费的额度用完之后就需要付费了 找了一些字幕导出的工具 识别率还可以,但是输出的格式就不太友好 需要大量的一个格式处理 这边就对比一下效果 左边是训飞听见转录的一个格式 基本上它是段落都分得比较清楚 右边的话是普通的字幕的导出 它是按照一句话一句话的方式输出的 这个差异还是比较明显 那既然说音频的转文本已经很成熟了 那其实只需要改进一下输出的格式就好了 这样我就借助ChartGPT写了一个文本转换的脚本 运行的效果还不错 下面分享给大家 首先打开这篇文章 这里面有两个链接 第一个就是说安装剪映 这边是推荐大家用剪映来做语音转文本的一个操作 大家当然网上也有很多其他的方案大家可以用 只是说剪映我用的比较多 所以直接用它的免费功能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安装一个字幕文件SRT 2Word的一个免费方案 这也是今天重点要介绍的内容 剪映的话安装这边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直接按照链接去安装下一步就好了 我这边安装好之后 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操作 打开剪映之后 首先点击开始创作 然后点击左边的导入 选择你需要转录的音频文件 这边选一个大一点的 导入视频之后 我们把视频拉到时间轴上 然后点击菜单栏里面的文本 智能字幕开始识别 这样简映就会开始自动识别字幕 这个过程可能根据你的文档的 视频文件的大小 时间会不同 这边我们稍等一下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字幕已经识别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导出字幕 因为我们只需要字幕 这边只勾选字幕就好了 格式选择srt格式 导出 好这边已经导出完毕 在下一步安装srt to word 打开这个链接 滑到下面的安装步骤 首先第一步 这里面有些要求 就是系统需要已经安装python3 这个python3的安装大家可以直接在网上去按照安装步骤就好了 我们这边是已经安装python3环境之后开始 首先第一步是安装一些依赖的服务 我们打开命令行 切到第一盘的根目录 好这边已经安装完成 下一步我们是把代码仓库克隆到本地 点击右边的复制 切到命令行 粘贴 确认 然后代码下不再完成 下一步我们进到代码目录 复制这个指令 粘贴 回车确认 然后在下一步运行这个指令 复制 切到命令行 粘贴 然后这时候我会看到我们的服务已经运行起来 这边有一个链接 是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链接就好了 按住Ctrl键 点击这个链接 就会就会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打开这个服务 好这就是这个工具运行起来的界面 它是一个web端 然后首先是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我们的字幕文件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生成的字幕文件 可以设定有三个参数可以设定 就是每一个段落的最多的字符数 默认是200 然后一个停顿 大概比如说在一秒钟以内的停顿的话 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一句话 会给它一个逗号 然后每一个段落 就是在三秒 三秒超过停顿超过一秒 在三秒钟以内的话 我们认为是完整的一句话 那如果超过三秒钟的话 会是一个段落 大概的切分逻辑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去调整这几个值 那调整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Upload and Convert 它就会生成对应的文件 这边的是链接我们点击下载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转录之后的效果 这就是它实际转录出来的格式 大概有做了一些分段 好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小工具 它可以把会议记录转录成一个Word的文档 其实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借助简映的免费的功能将音频转换成字幕 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转换成字幕 有很多的方案可以选 再用一个脚本把字幕的文件进行格式化成Word的文档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需求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来继续的改进这个脚本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看到这里 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的技术分享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学习成长 再次感谢你的观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再见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观看